ENK IVA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開運健庭團 那是我新作的男生和女生 專事卸遍草呢 導演需要需要 他要的不是激情 他要的是清潔 他會覺得那個感覺很好 這個也不錯 那可以 都还不赖 其实有 这就是有缘 你干嘛说这叫窝边草 这就是我们有缘 谈恋爱总是没结果的人 有哪些手密相特征呢 它的持久性比较差一点 那对于爱情这方面的事情 也是一样 遇到困难 算了啦 等于说没有扎根的感情线 也就是说这种感情 不会开花结果 最后呢 就是说我们走一走 也不可能走到哪里去 更不可能走入礼堂 或走入地毯上 那刚才就是结束了 你的恋爱忠诚度到底有多高呢 从你的此为命盘就可以知道了 他们这种对感情话 是比较三心二意的 比较经不起外界的一些诱惑 所以他们脚踏两条船的机会会比较多 就以坤达来讲 他虽然是天良在80分 可是他有一个闲持 那可想我要给他就60分了 所以这个坤达是电电是三万公的 红年底机遇特望的人 是哪些幸运儿呢 唐老师待会帮你分析 你跟他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吗 待会测试DIY帮你预知未来哦 今天这个特别来宾 吹一下口水 因为这个感觉他是有很有成熟 就是感觉他之前是小孩子 现在有点那种长大的感觉了 两位都是 欢迎昆达还有梁又玲 欢迎两位哦 两位今天来 而且会倒在一起 大家一定觉得很好奇 怎么会两个一起来上这个节目 应该就是Energy就是Energy嘛 对不对 然后两女就是跟他们公司的人嘛 对 或是两个会斗在一起 这是偶像剧 对 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一起拍的新戏 叫做南丁格尔 我们要是三个一起讲 好 那来讲一下 这个戏里面 昆达是演医生吗 不 演男护士 哦 你是演男护士哦 对 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护士 还蛮笨的护士 哦 真的吗 对 是阴错阳差 然后就是进入了那个护理学院 哦 又玲呢 就是也是一样演护士 对 可是我在里面演的是男人婆 对 就是其实像护士装他们是裙子嘛 那我在里面就一定要加个牛仔裤 对 其实就还蛮怪异的 然后可是就是我的动作都很大 然后口头残啊 就是动不动就 就像个男生啊 屁啊 屁啊 就是男生化就对了 所以还蛮逗趣的 对 如果这样的话讲的话 两位的角色还算逗趣 可是我知道你在里面的角色 有事要追那个冰山美人 哦 对不对 因为那个伟君他是属于那种 冰山美人形象 非常冷酷 很冷酷 那你后来你怎么追他 就想尽各种方法 就是耍笨然后一直追他 搞笑啊 然后温馨啊 各种方式都 他有默默被你打动吗 就是 到最后才知道 哦 来跟比比 对 通常男生如果追求那种冰山美人 有一种心态就是要征服 证明自己的魅力 证明自己的魅力 因为冰山美人是连碰都碰不了的 他就是很冷酷 你也追不到 所以男生要去证明自己的能力 他就会去追那个冰山美人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 从星座排行榜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男生星座呢 最能够收服那种冰山美人啦 好 这个太阳跟金星都要拿来看一下 昆达是双鱼座 金星在水瓶座 我们来看他有没有兴趣收服冰山美人 好 我们来看第五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到了 在他心目当中只有 值不值得我追 而没有冰山火山的差别 只要他喜欢你 他就开始追了 你是什么山他都不怕 你就算是那种什么 陡峭的那种峭壁 你是悬崖 就跳啊 你们都不敢我敢 所以对牡羊座的人而言 他是不会被吓到的 他只要喜欢 他就是什么都不怕 真的 管你是什么山 你冰你的我热 因为我带你就融化了 对啊 怎么会不被他融化呢 那只有你不喜欢他 那就不是什么冰不冰的问题 不是问题 对啊像陈荣大哥就是那个牡羊座 你看他本来就是很热情 对对对 他可以自己玩得很开心 对 自己在那边看起来 对 在那边一拆热 对对对 只要他眼睛还只有你的时候 你的拒绝没关系 我一定是我不够努力 我就再努力一点 对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金星如果落大了 处女座 谢霆锋 处女座是喜欢挑战自己 谢霆锋 你看那个冰山美人那个王菲 多冰冷 真的一走过去 觉得要节斗了 就是自动会节斗 首先很多处女座 他蛮容易看到 冰山美人的另外一面 因为他比别人更有耐心 去发掘很多小细节 比如说当大家都发现 都说王菲很冰吧 王菲很冷吧 假设那个时候 劝他打消念头吧 可是只有谢霆锋 他会很细心地观察到说 你没有发现他都是一个人回家吗 或你没有发现他吃东西的样子 很落寞吗 因为他很细腻 看到这一面 所以他就根本不会觉得是冰 他会觉得说是有缝隙可以钻进去的 真的 只要我关心他一点 所以很多处女座就成功了 他是不会被表象的东西给吓到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三名 第三名是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了天平座的话 成冠黑啊 对啦 歪嘴黑啦 有没有 对 没错 其实呢 他是属于那种看逆型的 你越不看好 他就越要说 我才不认为呢 我认为诚意可以打动一个人 天平座的时候一律对你很好 你很冰 可是没有关系 他对你 那了不起就是像我对男的朋友一样好 就好了 所以久而久之 当女生发现天平座对你的好感 其实是没有侵略性的 冰山美人也就融化了 很多冰山美人为什么要当冰山 就是很怕登徒子啊 很怕你是来轻薄他的 很怕你是很随便的 可是天平座他发现 你好像真的是个好人 不是因为我长得比较漂亮 那慢慢的他就愿意敞开心扉 接受你的友谊 那因为冰山美人的友谊也不多 所以你的友谊 你慢慢就可以变成他的爱情 天平座就这样子就会了 难怪 我真的跟天平座真的很有缘分 你并没有冰山美人 你看我店又被我耍的这样子 好 来 我们来看第二名 好 这个可以打动冰山美人的是谁呢 那就是太阳金星 如果落到了 射手座 小钟 对 对 喜欢跟高难度挑战 更不要说射手座的人 就是那种脸皮很厚型的 你把我冰到 没关系 我就来耍宝 对 然后你怎么样 你越是拒绝我 我就说好好 你是开玩笑的 对不对 冰山美人就会被他逗乐了 就是你怎么这么好笑 你的脸皮怎么那么厚 对 我就是厚脸皮怎么样 还有射手座本身他就喜欢有个性的女生 所以其实你越冰对他来说不是冰 是你好有个性 他反而觉得很有趣 因为会去主动追射手男 射手男反而会不要 或看不太齐 或者是没有办法珍惜你 可是那个越拒绝他的 越难追的 所以越有兴趣 所以射手座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星座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最能搞定冰山美人的 不然他到现在都没有上榜 好 太阳金星他还是没有上榜 落在黄老师的 真的 金牛座 那多了 王力宏 周润Fat 还有那个施益男 施益男 康康哥 对 首先第一个 金牛座是非常有自信的星座 真的 他几乎没有被拒绝过 或者是他就算被拒绝 他也很清楚原因是为什么 那如果他追附上 他也不会去碰 他会去碰的 保证他一定追得上 他不会被你的 冰山美人的外表吓到 因为他用毛细孔就可以知道 你对他是很感兴趣 只是你拉不下脸来 没关系 那我给你时间 真的 那我会用我的诚意打动你 事先要观察好 对 要观察 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动他 对 有可能的话 慢慢的跟你熬 所以你都有追成功吗 慢慢的来 就一个而已嘛 你老婆嘛 就是慢慢来就是了 而且你知道吗 相较于其他男生的造劲 或者是很容易底牌就掀开来 金牛座的那种安部当局 有时候反而会引起女生特别的注意 就是他好像对我有兴趣 可是他对我有兴趣 为什么没有再进一步行动呢 当你开始有这样的问号的时候 金牛座已经成功地打动了你的方式 引起了你的注意 所以冰山美人突然间也开始忍不住跟旁边的手帕交说 你觉得我应该跟他在一起吗 你觉得他是不是喜欢我 这时候还叫冰山吗 这时候变成一个笨女生了好不好 真的 对 所以遇到金牛座 女生就没有办法 那个金牛男实在是非常清楚 要怎么吸引你的注意 所以这五个星座的男生 太阳今天落在这里 表示说你都有打动冰山美人的本事 哇 昆达没有上榜 对啊 对 而且还一副就对啊 你很想征服 有那种征服的欲望对不对 那又 因为我们知道说 因为你自己想说你的个性很像哥们 对 很像 应该想说很像男生 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就很像哥们一样 可是你像这种男 你这种个性 你觉得有人敢追你吗 其实还是有啊 因为脚没有好逊哦 其实还是有啊 就是可能在学生的时候 就是高中 那时候还就是还蛮 蛮长的 那你说实在 有没有谈过那个恋情 应该是有吧 有啊 有没有很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 高中有过两个月 很短 可是那个算是 应该算是我去追她 你追她的啊 对啊 因为其实我跟她就真的很像哥们 可是其实我已经很喜欢她 那暗恋她半年多了 哇 两个月的时间 对那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就常常会打开说 为什么都不交男朋友啊 干嘛干嘛 我就说我喜欢的人啊 那 对她就说谁啊 是谁 对 我就说就学校同一届 她很有自信地说应该是我吧 对 对 那我就说对啊 然后就这样就在一起 真的吗 那你们后来维持差不多两个月 那是什么原因分手 因为这样移民好像很好听 可是她是去大陆 就是因为 对 因为像有人那会说 就是我要去移民啊 可是我要住金门 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就没有因为她 爸爸就是台湾就商人 对 那就全家 到内地去 然后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然后就分手 你们到现在还有联络吗 有 还是有 我去年还有去大陆找她 就是已经是很朋友的关系 对 所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黄老师从索命像来看一下 什么样索命像的人 他谈恋爱总是 比较没有结果 会很落空的感觉 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特征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用索命像来看一下 哪一些人 这个谈恋爱常常没有结果 他有一种可能是说 他的兴趣本来就是 持续性比较差 开始的时候很热心 追追追 最后他自然 也不是为了莫名其妙 就冷淡下来 对 还有一种是 他遇到挫折 他恋爱的过程 遇到困难遇到挫折 他就没有那种力量 说我把他克服继续下去 最后的结果就不了了之 就变成没有结果的 我分为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个是用智来看 就是我们人的脸上 有两颗智 这个呢 如果你有任何一颗的话 恋爱通常都是 都是常常就是没有无中而及的 那么一个呢 就是准头上面 鼻子上面 鼻头 鼻子上面 鼻子上面 这边有颗智的 或者这个地方叫做 眼瞼 眼瞼呢 就是我们的叫做田窄工 眉毛跟眼睛之间 这个地方有智的 这个有智的 通常都是代表没有定性 先说一下 这个眼瞼这个地方的智 这个智呢 他通常这种也是常搬家的 也是代表他一个地方住不久 或者一个工作做不久 那当然在恋爱方面 在感情方面 他也是这样子 大家开始了 就刚刚所提到的 可能兴趣很高 之后呢 就觉得没有什么兴趣嘛 跟他在一起也没怎么样嘛 就马上就放下他的那种好奇心 或者他的嗜好兴趣都一样 表示他各方面都是这样 那当然在感情方面 这两种都是属于 很难去持久 或者遇到有点不如意 或者不喜欢 不高兴就分手了 好 另外呢 我们是用手相来看 手相呢 有几个特色可以看得出来 好 第一个呢 是这种智慧线 智慧线呢 我们又称为叫做配偶线 智慧线很短的 那智慧线很短的 这种人做事情 比较麻麻糊糊 随随便便 然后他就是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一个事情呢 他的持久性比较差一点 那对于爱情这方面的事情也是一样 遇到困难 算了啦 这种事情那么烦 要追一个人本来就是很烦的事情 对 要恋爱在一起 要考虑到对方 本来就很烦的事情 可能就停下来了 第二个呢 是感情线 感情线呢 我们一般的感情线 是要从这边开始的 就是说 有始有终 结果呢 他这个地方变成没有扎根 从这个地方开始出来 等于说没有扎根的感情线 也就是说这种感情不会开花结果 最后呢 就是说我们走一走走一走 也不可能走到哪里去 更不可能走入礼堂 走入地毯上 大概就是结束了 好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结婚线 结婚线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一开始就分叉 我们结婚线一定要有始有终 一条线 有头有尾才好 那结果一开始就分叉 那就变成一开始 这个就没有结果的 没有最后会怎么 没有长久之计的 第二种呢 是他的结婚线在这边 被一个另外一个短线挡下来 就好像说他这种很好的婚圆 被阻挡了 我们说婚圆也可以 说感情也可以 最后都会被阻挡 也就是说我们曾经今天所讲的 这种是属于最后没有结果的 可是我们知道在戏里面 就是感情的纠结 感情纠结里面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 就是我可能没必要追你 追完你之后 我可能就是在旁边 也是要想追别人 有没有这个戏吗 这个昆达 你是这样的人吗 在里面 是 就是可能见一个爱 那现实生活呢 你会这样子做吗 不会 还是你不敢 对 说中 不敢 真的吗 真的被我说中 不敢 没有 不会 不会 你想都没想过 有啦 有想过 有想过 不会啦 不会去做 因为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一种 想 这种事情其实就 你不要去做就好了 就会有幻想 幻想其实这个女生也还不错 也会欣赏这个女生嘛 对不对 那男生其实都是这样 你只要有行动 就是你就去吃窝边草了 那可能有些人只是想过啦 那我问一下我们的这个 唐老师 从星座来看一下 怎么样星座 男生跟女生很会吃窝边草 其实不只男生 女生也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哪些男生会吃窝边草 或哪些女生 这个从太阳跟上升来看 太阳跟上升 对对对 因为太阳跟 因为金星是你的挑选 你会去选择 可是太阳跟上升是 有时候是命运的安排 命运安排你们有这个缘分 有时候它是不得不挑选的 对 那我们就来看看了 昆达是双鱼座 对 然后上升是在射手座 那幼龄是上升 也是在射手座 然后太阳是双子座 那我们就来看看 他们两个会不会吃窝边草 好 那太阳上升第三名的男生是谁呢 那就是落在天蝎座的男生 像张天灵就是天蝎座 对 上升也是天蝎座 为什么呢 因为天蝎座的男生是 只要接触多了 就会有感觉 不能跟他日久生情就是 就是接触嘛 比如说他刚开始也没有想过 要追你 他也没有想过你要追他 你要是跟他讲说 我追你好不好 他可能会说不好 可是每天每天话说多了 好像也由不得他不好 他就开始越了解你多一点 就越喜欢你 所以天蝎男会因为这样 而开始有吃窝边草的样子 其实是他开始了解 这个人的真心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名的男生是谁呢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 天瓶座 哎呀 真的 我只是说哎呀 真的 不是阿呀 好不好 好 天瓶座简单讲 真的是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因为他的优点也是因为这样子 你才看得到嘛 还有日久是会生情的 而且天瓶座 他要的不是激情 他要的是亲情 他要的是温情 所以那种一时之间 他虽然会对那个女生小鹿乱撞 可是他很清楚 小鹿乱撞很可能会消失 所以需要一点时间观察 对 当然不是窝边草 他也会吃 但是吃窝边草 他会觉得他更安心一点 没错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上身如果落到 好 太阳上身如果落到了 黄老师的巨蟹座的话 所以昆达没有上榜 对 是 好 其实黄老师他上身在巨蟹 巨蟹座的情况是这样子 他的窝边草不会不见得是现在的窝 你会发现他取的人一定是有一个名目 比如说小学同学 比如说社团的什么社友 或者是公司同事 一定是曾经相处过 他不是那种 到了一个新环境 就一定是吃这个窝边草 而是说他选 他最后在这么多的窝边草里面 就是 对 他会去选一个 他觉得最好的窝边草 因为他需要观察 好 我们来看 会吃窝边草的女生是谁呢 第三名 太阳上身如果是在 一来 摩羯座第一个 他如果工作忙碌 他根本没有时间接触工作以外的人 或者是跟他要相处过后 比如说你们已经是一起来做案件 他才会挪时间来跟你一起做案件 然后做的过程中他发现 他慢慢发现你很有才华 或者是他发现说 本来他给人家冰山美人的感觉 但是一起工作的人就知道他不是 但是你不透过工作 你不太有机会进入他的生活 对 所以他好像也是没有选择 就只好跟窝边草在一起 对 这种感觉很无奈 因为只有窝边草才会了解他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这个会吃窝边草的是谁呢 那就是太阳上身 如果落到了 双鱼座的女生 双鱼座非常需要有感觉 上身太阳在双鱼的女生 他就是 他会觉得那感觉很好啊 这个也不错 那个也不错 这就是有缘啊 你干嘛说这叫窝边草 这就是我们有缘分 我们才有机会一起工作 然后我们有机会是同样年龄 差不多的男女 有机会是你未婚我未嫁 所以我们有机会谈恋爱 我们为什么不来谈一个轰轰烈烈烈恋爱 反正合着聚不合着散嘛 看得那么严重干什么 但是由于他每一段 每到一个新环境就谈一段 你就会觉得你是怎样 就是你交了他这个女朋友的话 那些男朋友都会很紧张 很怕他到新环境就来一下 就来一下 就把自己丢掉了 真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会吃过双鱼的女生是谁 太阳上身如果落到了 其实对天秤座来说 人家追求他 他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他会觉得他去追求来的比较好 然后你一定要他看得到嘛 那天秤座的女生不是到处去挑男生的那一种 一定是 就好像你是吃那个回转寿司有没有 那寿司摆在回转带上送到他面前 他才有机会挑 那他有机会挑的是什么 当然就是他环境里面的窝边草 这么多窝边草里面他就一个一个看 再看另外一方面 跟天秤座你要让他有机会相处才行 要不然的话天秤座的女生 他也可以跟每个人都做好朋友 可是他不见得会把新交给你 要交给你那你一定要有相当的条件 或者是要让他有相当机会相处才行 所以太阳上身落在这几个新座的男生 跟女生各有吃窝边草的倾向 大家就注意一下 好 这边还是要问一下 就是你们有曾经碰过那种 就是忠诚度一点都不高的人吗 来问一下那个幼龄 你有碰过男生是那种忠诚度很不高吗 像以前在学校像那男生 他们一群在一起就会打赌看谁 追得到 那我们最讨厌 你有被打赌过吗 对啊 你被打赌到的 没有 没有到 可是有听到 对 就好像自己变成筹码 不是人 对 然后好像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反正就是证明自己的魅力嘛 对啊 所以你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从我们的紫薇命盘来看一下 因为每个人忠诚度 不晓得高不高 那就看你的那个 从紫薇命盘来看一下大家的命像 来问一下我们的李老师 好的 今天的斗数命盘 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忠诚度 但是我们是用分数来区分的 最低的是30分 那最高的是90分 所以好 观众朋友 拿出你的命盘找出你的命工 看你是在哪一个弱点上面 那幼龄他的命工做到的是 莲珍跟破君在有的位置 昆达是太阳跟天亮 那嘉谦是破君 黄老师也是 唐老师是破君 黄老师是天晶 我是破君 是吧 对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第一个就是只有30分钟程度的 里面是什么星呢 就是命工如果做到了莲珍 或是天狼 或是天童 或是破君 或是落现的太阳 或是落现的太阴 几乎 还有中奖的人是蛮多的 那其中我做个说明 其中莲珍 破君 贪狼 他们的感情观比较另类 因为这三个组合的人 莲珍或是贪狼或是破君做命的人 只要他喜欢上这个人 其实他倒追都可以 他是一个很勇于去表达他的爱 他的感觉的人 但是他一旦爱上你 他会爱死你 可是一旦他你把他惹毛了 他一定是我先放掉你 只可我甩你 不可以你甩我 他的感情观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有那种合则剧 不合则善 那因为莲珍 贪狼破君 他们的喜心性比较强 就是比较会喜心 对于一些比较新鲜 比较刺激的 他们比较会偏向去追寻 所以难免在感情的这种追逐过程当中 当他跟你交往过了一阵子之后 他觉得新鲜感已经过去了 他可能就会我还是换个窝吧 那其中像天童或是太阳跟太阴来说的话 他们这种对感情是比较三心二意的 比较经不起外界的一些诱惑 所以他们脚踏两条船的机会会比较多 那么其中太阳落线跟太阴落线 昆达他是旺帝的太阳 旺帝的太阳就是从银卯 城市 五位 都算是旺帝 那落线的太阴就是跑到了太阳的位置 那昆达是这个是旺帝的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 60分的组合是哪些心 对 就是里头做到了紫微或是聚门 或是天象或是天机 这个组合还是 这是黄老师 黄老师 就是60分 他还赢我们 好 这个命宫 对啊 命宫有这几颗心组合的人 其实他们的耳根很软 心也蛮软的啦 很容易受到动摇 往往有的时候感情跟同情不分 有的时候会因为同情而爱上了对方 真的 还有呢 他们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而改变了初衷 所以最怕的是旧情复燃 这些新做在命宫的人 他旧情复燃的机会会很多 有的像是结了婚之后 他也会想想 那我偷偷地谈个小恋爱 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不被对方所知道的情况之下 他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了解 那我们再来看80分的组合 越越高就对 对 好 里头如果是做到了天福或是天良 真的 像天福的人 他的忠诚度会这么高 是因为他念之在之 就是以事业为主 他的事业心非常的强 他认为去这种恋爱 好像简直就是浪费生命 浪费时间 那还不如好好地去创他的事业 所以他的观念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对感情比较不会走偏 那么天良呢 他会有80分是因为 他的伦理观念比较强 家庭观念比较重 所以他只要认定的话 对 昆达他是什么叫的 昆达他有天良 对 他是天良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人生活也没什么情趣 他对于感情生活上面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很浪漫的人 难怪我什么东西都问不出来 什么问都问不出来 真的 所以在感情生活 它是属于比较被动的 所以因为单调嘛 所以他分数也就高了 那我们来看最高的 最高的就是90分了 其实那也真的是太没情趣了 那个会不会是太死心眼 90度的话 对 真的吗 对 就是这样 来 我们来看 就是无曲加七杀 无曲加七杀 这个很奇怪 他们在感情度是最高的 忠诚度最高的 可是他们恋爱的机会 是最低的 是因为外表吗 不是 还是来自于他们的个性造成的 个性 无曲七杀的人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对 孤僻 他们不知道情为何物 天府他是为了创事业 这个是为了在赚钱 所以他是一只钱老鼠 他每天眼睛睁开来 都会想我要怎么去赚钱 所以对于那些儿女情长的事情 他并没有把他给放在心上 可是他只要爱上对方了 他就认了 他就认命了 服服帖帖的了 所以他的忠诚度完全是来自于 他有时候也是怕麻烦 那把心放在赚钱上面 他觉得人生还有比感情更重要的事情 所以感情也就是过去了 好 我们来看最后 各位看 这里有一个老鼠屎 你的命工如果里头有 或是天咬或是闲持的话 即便比如说你是30分的人 有这个心的话 你可能分数就糟糕了 就会变成10分了 就是扣20分 就是会被减分就对了 对啊 那如果说你是90分的话 那大概变成70分了 就以昆达来讲 他虽然是天良才80分 可是他有一个闲持 那可想啊 我要给他就60分了 所以这个 那是电电吃三文工的 你就是常常吃三文工的 不要笑人家 他有60分都还好过我们30分 所以啊 我们之前是嫉妒他 有90分对不对 或是80分 接下来呢 那你平常有 常常吃三文工的习惯吗 没有啊 有吃很少 没有啊 吃很少 有在吃 只是吃比较少 就是这个意思 越描越 越描越黑 越描越黑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这个测制DIY 这个测制DIY之前 要问一下两位 你们现在有 喜欢的对象吗 喜欢 比如说异性啊 你喜欢同性 也可以啊 你觉得呢 又离 就有还蛮不错的异性朋友 那那个昆达你有吗 有喜欢的对象吗 还在寻找当中 如果说 这个观众朋友 你们有这个喜欢的对象 那我们今天要测的就是 我跟她 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吗 那就是等一下 又离就可以好好来这个 测试一下 对不对 搞不好你现在还在观望 还在觉得 可不可以有跟她进一步发展 好不好 来 可以下了 彤老师 OK 今天测制的单元要测 我跟她 这个她要你现在设定 当然可以 你若是男的设定一个女的 女的设定一个男的 现在喜欢的那一个人 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那我们是用讨厌阻力这四个字 由这四个字里面 请各位选一个字来测看看 那观众朋友 麻烦你一起来测 由这四个字来 选一个来测看看 那么我跟她 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讨 讨 好 好 那那个坤达 立 立 住 好 那唐老师 燕 燕 好 我要立一下好了 我立一立看 首先我们从这个前面开始 陶是又林选的 陶它直接就是用它的言语 花言巧语也好 甜言蜜语也好 能够得寸进尺 它本来现在在寸了嘛 还要到尺 那当然就是有发展空间 所以如果你是选好的 你看你的发展空间 是 甜言蜜语得寸进尺 你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你现在设定了哪一位 不错嘛 小姐姐跟我这样好 好 开不开心 OK OK 其实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字 是燕 是唐老师选的 燕这里面有一个日跟月 日日 月月 就是常常非常怎么样呢 会有厄运出现 而且呢 会是怎么样呢 有个状况 白出 就是您跟你现在设定的那一位呢 很多状况 然后常每天都就出现厄运 我想这样再进一步就很困难 好 我们看到答案是 状况白出 日月厄运 你没有发展的空间 跟它差不多就差不多要切了 OK 好 好 下面主 主是李老师选的 主呢 你跟它之间呢 还有点陌生 或者形同陌路 那右边呢 是得过且过 就这样目前得过且过就好了啦 就再进一步可能不太容易了 好 我们看到答案是 行同陌路 得过且过 好久 你有发展的空间 你有在做生意吗 好久 我跟他有进一步空间 其实 我指的是黄老师 你不要现在才会不会打过来 你一定会 我会 我很欣赏黄老师啊 好 这个李呢 是昆达跟嘉谦选的李 我跟昆达 放心了啦 两个不好一个好 这应该是好的吧 再不好我就生气了 没有这种东西 应该是两好两坏嘛 好 好 那么这个是勇的结束 表示选立的人蛮勇敢的 为了这个恋情方面 跟他之间很勇敢的 很努力的去做 而且你如果加个口呢 可以加 就是可以加分 就是因为努力的做 你跟他之间的感情 可以加分或者加温啊 好 我们看一下答案 勇往直前感情加温 有 有发展的空间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 我们今天的开云鸭香宝 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这个山海鎮 是什么东西 我没听过山海鎮 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听过 那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 没听过 来 看这边 稍后过来 这就是山海鎮 其实我们的游售在房子上面 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山海鎮它是什么 做成的 其实它是一面镜子 然后各位看到这上面 有花花绿绿的 其实你不仔细看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花花绿绿画的是什么 山海鎮上面 这里有一个日 这边有一个月 然后中间有一个先天的 八卦图 然后在月的下面有一个五星 在日的下面有一个七星 再来它这边 在龙边的地方 它会有这么几个字 龙边在这里就是左边 龙边它写着叫做 山海坐镇居安 在虎边就是右边的时候 它写的是 对我万年招财 万年生财 这中间它画的是一个财神符 所以山海鎮 它最大的功能 挡壁刀煞 挡屋脚煞 或是说像那个地下室车子的路口 有没有 那个叫做朱雀开口 所以它既可以壁煞 它也可以招财 针对那些就是做生意的商人来讲的话 真的是一举两得 那问题现在就是说 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山海鎮 就是像一般的佛具店 佛具店都有的卖 它的尺寸有大有小 那这个是最小的 当山海鎮买回来之后 我们要启动它 一定是要先折一个祈福日 祈福日上面有开光日 那是最好的 祈福日加开光日 同时呢要请观众朋友去买一瓶这样的一个墨水 黑色的墨汁 红色的 红色的 一定要珠的对 要红色的 同时呢到中药房去买一钱的珠砂 一钱的珠砂 然后把这个珠砂呢就倒到这个墨水里头 意思就是都黄色的就对 对对对 这个就把它形成的叫做珠砂墨 珠砂墨 因为我们要开光的话一定要有珠砂 倒进去之后你就这样跟它画 再请你准备一支毛笔 但是这个毛笔一定要全新的 就新的不可以是用过的就可以 对 全新的 好 那我们怎么来启动它 就要请观众朋友拿出纸笔来记一下 我们有一个小小简单的咒语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咒语其实只有几个字 它叫做 这十个字 那观众朋友你把它写下来之后 也请你同时拿一张纸 画上这个一个锦字 九宫格 对 这九宫格请你看好 先把一二三四标点出来 一在中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有这么跳法就对了 对 这个好了之后也就是天 就是摆在中间 第一个 地 第二 第三个字 第三个 第三个是人 三嘛 对 人 鬼 神 龙 虎 风 云 盾的时候我们一样把它放在中间 盾 所以第一格就是写两个字 天跟盾 其实我们不要写 我们用点的 我现在示范一下 不要写上去 不要写 各位评议不要写上去 不要写 那个是说号码要写上去吗 都不用 看我怎么做 其实我们只要用点的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个祈福日的这一天 你 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上面画一个九宫格 对 九宫格 好 那 不是给你玩圈圈叉叉 不是 心里默念就好了 每念一个字 你只要点一下 好 天 地 人 鬼 神 龙 虎 风 云 最后一个 对 再点上去 我们是用点的 我这个只是让观众朋友方便去记忆 知道它的步骤是怎么跟着来的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你也怕忘记的时候 你旁边就写一张纸 对 这个是给你作弊用的 作作 我懂 好 那在使用上有什么样的禁忌吗 好 好 当这个 壁刀上我们开关 开关 完了之后 你就挂在你有壁刀过来的地方 或是有五角葱过来的地方 挂上去就OK了 但是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每一年农历的12月24号送神日 请你把它拿下来 为什么 拿下来 因为它保你管了一年 它也该休息休息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假就对 对 放它的酱给它过火休息一下 然后等到来年的就是除夕夜晚上 我们再重新给它过火 其实不要再点了 你只要在大香炉上面 顺始终给它绕三圈 等于说我们续气 续完了再把它挂回原来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因为我们现在差不多这个时间了 也是差不多已经快到这个年底的时间了 那年底的时候运势啊 对 尤其是猴年已经到尾声的时候 大家运势呢 这个猴年最旺的是这个 是什么样子的星座 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唐老师了 是的 两位上身都在射手座 那太阳昆达是双鱼 二刘鱼是双子 那老师是水瓶 对 黄老师 金鱼还有双子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谁猴年底 对 剩下两个月 对啊 就只有年底的时候 就是12月而已 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谁的机运还不错 要好好的掌握一下 尤其是在最后面两个月 对 就这两个月 努力一下 第三名太阳上升 如果是落到了 结作 这个是靠实力步步高升 有升官运 有加薪运 所以可以积极争取一下 或者是努力加班 然后让老板少不了你 或者是开始注意到你的重要性 年终奖已经应该就可以领到了 领到比别人多 好 第二名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黎老师的 是位品羊导 恭喜了 谢谢 恭喜 太阳上升在水瓶的朋友 下半年的运气 已经比上半年开始好起来了 更何况到了年底的时候 他有机会大展身手 因为之前他觉得空有一身武功 都没有办法展示 因为遇到年底的关头 你有施展手脚的机会 应该要好好把握 主要就是靠你的招数 使得好的话 自然可以争取更多的注目 还有更多的掌声 真的喔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是谁呢 太阳上升 如果是落到了 天蝎座 天蝎座 它的机运望主要是 天蝎座 是有 鸭子滑水 对 鸭子滑水 然后有机会 拿到很好的机会 也就是说表面上 他不是参与竞争的人 但是最后胜出 那是你 天蝎座 然后默默的 都一个一个出头了 恭喜你了 好 不过今天真的非常 好 谢谢昆达 还有佑琳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那预祝这个 南丁哥 南丁哥 可以这个收视长红了 谢谢 十二月几号 五号 中视 可是还想一想 十二月五号中视会这个上 会播出 晚上十点 晚上十点的时间 好 祝福你们了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谢谢 她要心情对 心情不对的话 那个气氛就很自然的不对了 而且闻里的月亮在摩羯 就是那个感觉不对的话 她看起来很严实 男生也不敢随便冒伴她 对 就会变成要商量 好准喔 好准喔 所以就叫余冠华来 我排你的周期表给她 时间 在这边 二位 她看起来 好准备 在这边 第二个 你 找到 你 把